背叛祖国的外内 揭穿90后汉奸许秀忠的谎言 都说90后是最幸福的一代人 成长在新中国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大好时代 然而 被反华之库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卖命的90后汉奸许秀忠 却选择了不断污蔑 抹黑自己的祖国 配合反华势力 编造谎言 五文弄墨 以求苟活 近日 汉奸许秀忠的满口谎言和捉虑演技被网民申罢 疯狂打脸 一 徐秀忠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捏造的《贩卖维吾尔人》一文中 污蔑中国在新疆建有大量载教育集中营 关押着超过100万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而事实是 在原疆政策下 当地政府成立了许多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使维族同胞能够掌握一技之长 进而帮助欠发达地区的群众实现脱贫 二 徐秀忠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采访时 掏出再教育集中营之后的下一个谬论 成千上万的维族人经过再教育改造之后 会被输送到中国其他省份的工厂里进行强迫劳动 事实上 维族群众是怀着提高收入 增长见识的质朴愿望 自愿到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参加工作 极大程度实现了个人价值 家庭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阐善 三 徐秀忠声称 他在帮助那些在澳的维族人发声 以此诬蔑中国正在对少数民族实施迫害 而真相是 他在炮制这条假新闻时 在澳洲社区里广杂网寻找有利证据 故意引导受访者说出他想要的答案 而当对方没有上档后 他就再也没有出现 四 在澳洲广播公司一档节目中 徐秀忠始终纠缠于新疆和维族人问题 与其他几名西方媒体人一场一鹤 不断向中国驻澳特使王熙明发难 而事实上 这期节目抛出的议题本身就是个违命题 声称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当事人及其家属 根本不是中国籍公民 自然无法得到中国政府的有效帮助 五 许秀忠在个人推特上发布了一个 新疆数据工程的链接 并自豪地说这是一个非常酷的网站 近期这个网站被逛到网民深罢后 其称得上是开局一张图 内容居然考编 多处被标注为集中营的地方 实为当地工商局 中小学或退伍军人事务所等等 六 澳大利亚故事在播出许秀忠的纪录片后 希望采访一些本篇观众的看法 但讽刺的是 这些采访只接受赞许 不接受意义 受访者提出自己的客观看法 且与采访目的相左时 一切就结束了 汉奸许秀忠的这种颠道黑白 用心险恶的言论远远不知这些 在有计划的包装下 他俨然成了澳大利亚的新疆问题专家 很明显 澳洲某些主流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让他抓住一切机会发生 极力抹黑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同胞 来配合反华势力 年纪轻轻却选择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归路 等待他的注定是充满耻辱的一生 快手 拥抱每一种生活